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分钟抢钱包 我是Andy 我是刘 昨天美股终于止跌了 排股今天也是开高 接下来怎么看呢 好的 我想美国股市经过连续三天的下沙之后 而且跌破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全部都跌破了 好那昨天的反弹 是由特斯拉 是由苹果所带动的反弹吗 好问题是 请问昨天的美国股市大幅度的反弹 它有反弹超过月线吗 还没 其实还没有 已经很接近月线 所以美国它是属于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架构 除非你可以重新再站回五日十日二十日 又重新变成一个多头的格局 否则你往上还是会面临一个震荡的压力 所以这时候当然反 当然就是说美国股市已经反弹了 所以对台北股市的眼睛才会有这个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震荡当中 从这个反弹当中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好我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这个新闻报纸写的很大 它说特斯拉只跌所以美股反弹 确实前一天跌太深了 一天跌21% 那昨天反弹起来 好反弹接近百分之十 那我觉得还OK 但是你只反弹百分之十 还不够 如果要涨的话还要反弹更多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标的值得大家留意呢 你看苹果 苹盖股可以吗 苹果的发表会已经确定了16号的凌晨一点登场 那第四季有望这个出货了 就开始慢慢的创新高 往上做一个成长 那我想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这个苹盖的相关个股台湾的啊 看起来好像都是有点弱弱的 感觉上这个走势没有非常的整齐 而且个股表现是非常的差异非常的大 那我想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要观察的话 首先你就应该观察什么 应该观察大力光 观察这个预浸光 重要指标 对这是领头的指标 如果这两支光学镜头 因为这是这个利润比较高嘛 那个角色比较重要 如果这两支开始很明显往上做一个攻击反弹 那我想相关的瓶盖个股啊 可以一档一档的去做一个观察 好但是我发现啊 其实台北股是像你刚刚讲的吧 有反弹嘛 但反弹 那你看他筹码中的话 你看这个台子旗的筹码面 其实现阶段看起来外资还在卖 外资的现货还是在卖操 那起货的部分 筹码面它只是一个中性格局 其实没有很乐观 所以他不是也不能讲说没有很乐观啊 其实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区间 箱形的一个区间整理盘 除非啦成交量放的很大 或者说你看台积电就知道 台积电还是横盘整理盘 台积电平股也是这个台积电的大客户嘛 但是因为他有受到美中贸易的这个 美中关系紧张啊 那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华为 他在打压华为嘛 所以他说9月份以后 那他就不再出货不供货 所以台积电的走势是有点温吞的 是有点牛步的 好如果台北股市要往上明显的攻起 第一个量能要放大 一定要出来 而且台积电从这个7月份建高 466.5至今 你看都没有再创波段性高 都没有突破 所以台北股市如果要转强 第一个台积电要转强 台积电没有转强 那他就是一个区间盘 是一个区间盘 好那再来有些次产业族群啊 就是他比较不占全职 跟大盘关系比较低的 比如像这个政策加持的绿能概念股嘛 昨天很行 风力发电嘛 比如像这个永冠啊 四季钢啊 那太阳能 昨天太阳能全面性的 也就出现一个大涨嘛 那包含像这个 离岸风电的相关的一些 钢铁类股 哎表现也相当不错 好那再来呢 包含像玻璃的价格 我们都有提过嘛 这个低价转机 有涨价题材 涨价效应的 你看今天就新闻就报导了 台波 他说这个业绩补底翻扬 因为中国的玻璃的价格 已经放进10年的新高 也是涨价的 所以他的业绩当然就有所表现嘛 那再来呢 包含像海运 海运 这个海运的这个运费 运价大幅度的上涨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华部分 新闻报导有报 8月份营收年增三成 所以这样的标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再来呢 包含像这个笔电的部分 这个相关的笔电 这个大缺货啊 之前友达董作 天天缺货天天缺货 而且你看到现在连面板部分 也呈现一个缺货状态 所以我想回头这边 我可以朝这个缺货的这个 涨价效益 相关的这个概念个股 来做一个寻找 是感谢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时的财经消息 一定要加入Leo的LINE ATCH&TELEGRAM 5分钟抢签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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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